台北市消防局接獲了民眾檢舉 有人是違法監聽消防救護頻道 又在網路上直播分享 涉嫌是洩漏傷患的個資 而警消金融畫面 找到了這一位張姓男子 他聲稱需要監控疫情 也不知道這已經違法 雖然說他已經刪除了影片 但消防局是堅持提告 警方也以涉犯電信法移送證判 消防隊員出勤救護 聯繫靠的救護無線電 但現在消防救護無線電 卻遭到有心人調評竊聽 還公然在網路分享 警消二十八號同步出動 更罕見派出雲梯車 鎖定閒辦的住所上門逮人 警消巡線來到臺北市松山區 抓到落網的張姓閒辦 自稱是工程師 這個月二十四號開始以方便疫情觀察為由 竊聽北市消防局救護無線電 並在YouTube上直播 雖然他已經道歉 刪除頻道 但監聽無線電還涉嫌外流傷患的個資 北市消防局堅持提告 警方則依涉犯電信法 將人移送臺北地檢署 在偵訊之後是獲得無保赤回 我們是用他民眾這個YouTube直播的畫面 遭到警方給逮捕 現在軍警乃至於消防救災頻道 都逐漸換成加密的數位無線電 而救護還是使用涵蓋綠廣 穿透力強的類比無線電 但是沒有加密 只要轉對頻道 就有可能被竊聽 以往只要不影響救災 縣市的消防局大多不會追究 這回遭到有心人士竊聽 還上網直播 已經涉及圍拔 消防局將透過法律行動 究責到底 記者陳冠勛 莊志成 蔡北報導